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重開,大部分中東與北非的仍然關閉 土耳其前軍方將領被定罪,因陰謀推翻政府被判終身監禁 巴基斯坦北部雨桂洪水,導致80個人喪生 烏克蘭前總理的支持者集會,抗議季莫新科已復營兩年 洪多拉斯監獄暴亂三個人死亡,當局加強戒備 津巴布衛總統穆達貝的支持者,慶祝他贏得到選舉連任 針對抗議季武 百 mutant